我跟你说 这锦绣火锅城 就唐宗沙自个儿开的 像以前连锁八家的巨火 现在 她在餐饮街算是个名人 但是她儿子唐宗沙 就是个智障 也不算是个智障 她是因为起小时候 得得细心心利己 她智障永远停滞在了 七岁下 后来她到了适婚年龄 别人给她介绍李黎 但这李黎智障没问题 是不是 她俩聪合领的证 还很快就有个逗逗 这唐家教业高兴 但是婆婆担心 这儿孙子智障有问题 带去做一全身检查 这检查智障没问题 血型对不上来 所以啊 婆婆就带她孙子 来做庆舰令 这一座出事了 哥爸爸 你到底想干吗 自我介绍一下 你跟踪我 跟踪 我没有啊 我有跟踪吗 我认识你吗 这还不叫认识 我提醒你啊 我昨天可是为你 打了一刀啊 无理取闹 谁砍得找谁去 这样吧 我就坐这儿我不走了 陪我赔偿 陪她 喂 宝衣科 衔科 来 你 去去去去去